你好 我有預訂那個行李運送的 行李箱轉一圈 Check沒問題 行李特工上路囉 穿梭大街小巷 將大包小包行李運送到飯店民宿 出國玩最討厭的行李 交給專人服務 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CP值會當然是比較高啊 就是你花錢買時間嘛 你機票都買了 你怎麼不出去然後花個兩三個小時 再處理你的行李 指定時段行李特工把行李送到定點 任務完成 這是你們拖運的行李 自由行越來越夯 為了最大化出國玩的時間 用業者鬧筋動到行李上面 負責運送讓旅客好好玩 全世界共70個國家200個城市配合 讓行李特工創造每個月1.5萬件 每年2億台幣的勝機 對比兩年前整整翻了25倍 不過業者也有可能有行李丟失的風險 除了行李特工國內物流業者 也看準旅客不想大包小包 搶供自由行商機推出行李 栽培服務 可是出國玩的最重要是 請算和把握時間 先去換店換行李再出來 不是浪費時間嗎 和桃園市府和機場合作 物流業者創下每年百萬商機 機場就能拋下行囊隨心所欲 想去拿就去拿 自由行時間不再被check-in卡死 行李快遞商機也成為新趨勢 解釋這盲信用臺北報導